特朗普英派内阁出炉 中美关系恐山雨欲来 特朗普胜选后回报最忠诚的人 陆续提名一批重要内阁官员 马尔科·卢比奥被提名为国务卿 皮特·海格塞斯被提名为国防部长 帕姆·邦迪被提名为司法部长 迈克·沃尔茨为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 一批80后进入内阁 特朗普2.0执政团队雏形出现 美国政治出现地方化帮派化现象 但特朗普多项任命引发政坛震动 司法部长马特·盖茨涉嫌性丑闻退出提名 国防部长 交通部长都是主持人 卫生部长反疫苗 环境部长主张退出全球气候协议 主联合国大使主张美国退出联合国 引发广泛争议 马斯克被赋予领导政府效率部的重任 扮演起美国第一兄弟的角色 马斯克计划把428个联盟机构削减到99个 裁员率高达77% 美联邦政府雇员人人自危 民主党人敦促拜登抓紧当下短暂时间窗口 任命哈里斯为美国大法官 防止右翼大法官人选落入保守派手中 一些民主党集首长和地方检察长们 正组建抵抗特朗普2.0联盟 希望通过民主党人的团结合作 来部分抵消特朗普的施政效果 对华鹰派掌控安全外交 中美关系或再次亮起红灯 有分析认为马斯克与中国交好 或成为中美之间传话人 甚至稳定气角色 特朗普2.0执政团队 恢复颠覆美国政治格局 他们都是和川普在美国优先 这个议题上非常一致的 他完全掌握了共和党 他们更多的是做一个红脸的角色 但实际角色者还是特朗普 一定是要配合特朗普 就是要揣摩他的心思 要收敛自己 他其实类似一个革命政权 就是说他是要洗牌的 特朗普与马斯克的蜜月期 能维持多久 最多不会超过一年 马斯克的表现是可以期待的 带来流量 能带来选票 又能在日后在政府 能够带来一定的利用价值 彼此信心相惜 我相信川普是蛮崇拜他 中美关系会否再次亮起红灯 川普政府上台之后 一定会立即执行 他在精选中的承诺 特朗普是绝对不敢 在通货膨胀这个问题上 去玩火 他实在体现了 对华政策的前驴技穷 他是用高压来达到降温 而不是升温 一回席MK 特朗普打造鹰派内阁 是否将对华极限施压 一虎一气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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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练气 格力造 欢迎收看格力队气 独家冠名的一虎一气谈 快了快了 这个时间快到了 再过两个月 全世界就要进入 特朗普2.0时代 美国也将出现 近减年来最强硬的 反华鹰派的内阁大组合 这个大组合排兵布阵之下 中国该如何应对 我想一开始 大家一定想问一个问题 就是上面有你所看到的 特朗普现在所要打造的 这个鹰派内阁 是否将会对华极限施压 龚九简单回答我这个问题 会不会 特朗普是他一贯的做法 就是在派选人员的时候 来一个下马威 吓唬你 找一些对你非常不利的人 来进行吓唬 这是他一贯的策略 丁丽兄的观察 请说 会施压 但不见得是极限施压 不会是极限 那空间还在哪里呢 若曦的观察 请说 若曦 我觉得他们更多的是 做一个红脸的角色 但实际角色者还是特朗普 他们可能是在言语上施压 只是言语上的施压 言语上的施压比较多吧 实际行动还有待观察 来 王鹏的观察点在哪里 王鹏 对华极限施压 心有余 但力未必足 好 心有余 而育不足 但我们都说新冠上任三把火 这些新冠上任之后 它对中美之间的关系 会烧出什么样新的怒火 不过一开始 咱们先别关心中美之间 有可能上的这个怒火 现在在美国国内 就有一把火已经衍生出来 这把火将在两个月之后来延烧 这把火是什么呢 很显然特朗普已经证实了 他上任之后 马上要颁布紧急状态令 大动作遣返非法移民 一开始我现在回到龚九 龚九 如果两月之后 你回到美国 那美国就已经进入了 是一种紧急状态令之下 这是这几年当中 美国都没有遇到的事情 你会担心吗 我一点都不担心 我觉得它是针对非法移民 其实这个美国的移民局 对非法移民的这种抓获 一直就有 但是特朗普说的是 大规模抓获 然后他还是要遣返 我觉得这是一个重大的区别 有一些非法移民 其实在过边境的时候 已经被边防局关在那个拘警所里面 这些人都会被遣返 他这个大规模的遣返 一定都能成功吗 不会造成美国社会当中 新的冲突 新的对立吗 我想问的是丁力兄 丁力兄我们看看 他最新公布的一些情况 他要遣返的人员包括 法院已经发布下驱逐令的 吴正一鸣这枚话说 第二个 有犯罪记录的吴正一鸣这枚话说 第三个似乎话中有话 是吴正的中国艺龄男子 这说明什么 这是他的一个噱头 一个噱头 一个噱头就觉得中美将来会有问题 说现在先提前排除一些安全隐患 在4月份的时候 他曾经在竞选集会中这么说 过去几个月有三万一千多 甚至或者是三万两千多来自中国 他们都是兵役年龄 而且大多是男性 他们是想在美国建立小型军队吗 王波的解读 本质上这种言论 其实就是在一个整体上反华恐华 唯一政治正确 我们称为sinophobia 在这个氛围之下的一种主观异断 和自我恐吓的综合症的表现 马上要跳到美国俄亥俄州的现场 共和党人独立观察员陈立秋 掌声欢迎李建兄 李建兄 从你角度来观察 这一次特朗普在这个时机 发出这样的讯号 某方面来讲 就是要兑现他的承诺 他一定会达到他的效果吗 首先跟大家说一下 美国的这个紧急状态 国家紧急状态 现在你查呀 还有20多项在那摆着 有的是从90年代到现在 就一直是紧急状态 什么走私妇女紧急状态 一直就有 这个紧急状态的法案 它出来宣布国家紧急状态的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川普总统 他上台之后 他就可以用他的行政命令 直接调动政府 可以直接支配的经费 来进行各种各样的活动 而可以绕过国会两院的承诺 就是国会两院的授权 不需要的 就直接就可以进行了 绕过国会来缩减他的整个的程序 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会不会像某些民主党所担心的 他真的会动用军事力量 来执行这样的过程呢 这是一定会动用军事力量的 但是美国有一条法律规定 美国国内的军事力量 不能允许在使用在 维护国内治安的这个情况下 是不允许的 军事力量 军队的出现 主要是提供后勤保障 他没有不可能直接动用 像咱们想象似的 动枪动刀的 不可能的 但这个时刻当中 大家关心的就是 特朗普2.0 他的新的内阁 已经是越染指上 这里头时间的关系 我们就看到四个主要的人选 在英文叫做 B4巨头 他分别是 国务卿 财长 房长 司法部长 看到这样的人选 丁丽兄 有不同观察吗 我觉得是特朗普眼睛当中 能够帮助他 落实Mega 让美国再次伟大的一些 比较得力助手 比如像海格塞斯认为 美国国防部近年来 做的内部的兵演 每一次都输给中国的 而他不能容忍 这样一个腐败的军队 继续下去 所以要搞掉那些 搞第一二一的将军 这就是落实特朗普的这个Mega 让美国司法部将来司法部 不要去追究特朗普的承认 让特朗普做Mega 可以为所欲为 马上跳到台北现场 您在画面上所看到的是 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 兼任研究员严正生 正生兄 掌声欢迎正生兄 好 谢谢 正生兄 当你看到了特朗普2.0的 执政团队除夕 尤其这四个B4之后 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刚刚提的三位都是佛罗里达的 所以我现在觉得说 佛罗里达跟这个Fox 这两个好像基本上就是 所有内阁成员的一个基础 就是换句话说 他只相信自己人 不再相信建制派 他完全掌握了共和党 所以你跟他有意见不同的话 他会把你发演掉 所以他都知道 只能迎合特朗普的想法 现在共和党里头 全部都是政治侏儒 没有办法来挑战他了 建制派已经被他击败了 然后参议院 众议院都在他手上 任何想要反对他的 他在你初选当中就把你干掉了 所以今天共和党就是特朗普的政党 那这些比较稍微有点 在共和党里头有些资历的 也会知道要该见风转舵 否则的话他们自己的政治迁都 也是不保的 我认为他今天找了这么多 这个对中国立场强硬的这些官员 大概就是要拿他们来当做 他跟这个北京谈判的时候 一个筹码 意思是说 你看我的团队里头 有这么多反中的 但是呢 我还愿意跟你打交道 那我应该有一些什么筹码 你可以获得什么利益 我要继续请教了丁力兄 特朗普这次用了许多的是局外人 这些局外人扮演的角色 是颠覆者的角色 比如说谁呢 你看特朗普第一任 勤用了四个防长 这次提名海格赛斯 他对国防部的运作 既没有经验 他对五角大楼完全也不熟悉 但是把这样的局外人 把他放到这边 他就是要扮演一个颠覆者的角色 特朗普要做的事情 是让美国回到传统 起码是一个保守组 不一定要领导世界 而是用最低代价领导世界 美国在世界上少买单 先给自己多做点事情 那么他找一帮人呢 用高压让世界接受美国 同时美国也付出最少 他是通过下户世界 最后美国又最少的接触这个世界 而现在他找的这个人 也不一定都找对 但是如果最后事实表明 他找错人 他马上不一定解雇掉 他一年可以换一个 有机可行 都可以 但是呢 这些人为了保持他的政坛的 这样一个市政地位 一定会 我像刚才在美国的这位 这个 再理解 一定是要配合特朗普 就是要揣摩他的心思 要收敛自己 即使约翰尔绑宾也会变成传统的宾 就是美国第一要搞边安 要搞出口 要有制造业 同时的话呢 要最少的去管世界的乱私 那么我觉得这些人 就是最大的考验 其实就是努比奥 他要样样都要去管世界 管中国所谓的人权 这些问题 但很可能会被特朗普跑掉 因為特朗普不要你去管那麼多 不管是這個司法部長 還有其他幾個大員 他共同的特點就是 第一呢 特別忠誠 就是特朗普他用人的第一標準 就是一定要對他絕對忠誠 第二呢 就是執政的這個思路 要跟他特別一致 尤其是像國防部長 因為他呢 你說他是一個民選上台的政府 也對 政府官員 也是選舉 但是呢 他其實 類似一個革命政權 就是說他是要洗牌的 要把整個洗牌 好 跳到台北現場 鄭靖雄有話說 最大的原因是因為 他們的司德比特朗普還糟 那看起來特朗普在跟他們一比 他看起來像是天使一樣 那我覺得就是說 他可能會找一些 就是真的忠誠度第一 然後呢 能力第二 然後那個甚至專業 我覺得專業很重要 那可是他這一次我看起來 你今天找一個 就是這種是美國企業家 經常幹的事 我要裁員 我不能讓他們自己這個公司裡頭 請這個主管來裁員 因為都認得都有 和這個公司有感情 你一定找一個外面的CEO 把他抓進來 然後來負責裁員 我覺得國防部就是一個 在川普第一任內的時候 對他有很多意見 然後甚至覺得他非常危險的 那他今天要徹底把你們這些 所謂的帶著新興的將領 要都幹掉 但是要找一個你看 低階的軍官清理這個 那川普在第一任的時候就講過嘛 說他要清理華府的沼澤 要把這個建制派給清乾淨 上一次他沒有辦法完全清掉 但現在不一樣了 現在全是他自己的挑選的 那忠誠度是第一 他想要把這個過去對抗他的 所謂的深層政府 Deep State 還有華府的這些 所謂客觀中立的公務員 他都要弄掉 為什麼 因為他認為說你只能傾向我 替我工作 而不是說批判我 參議院這次選出來的 多數黨領袖John Tune 是比較傳統的共和黨 而不是一個MACA的Rick Scott 又是佛羅里達的 這個參議員做多數黨領袖 所以我覺得參議院 你可能還有一點煞車作用 等一下 王二跳到美國現場 立憲兄 你認同嗎 現在上台的這些內閣政府官員 他們都是和川普一致的 在美國優先這個議題上非常一致的 不會產生第一屆川普政府中 出現的大量的內耗現象 好 等一下 還有很多落號在眼前 讓我們時間來證明 但是有一個人選 當他在這個名單出現之後 當時很多人在點頭 是誰呢 休息並刻 回到現場 我們請出其他三位嘉賓 加入我們PK行列 待會兒見 馬斯克是可以有一個 稍微一個前置平衡的作用 這個蜜月期能維持多久 它的作用還能發揮多久 恐怕不是特別的樂觀 中美之間還在談 馬斯克就有作用 我覺得會碰到非常大的阻力 會可能甚至會發生一些 不可預見的事情 所以我們對馬斯克的角色 我覺得要放平預期 《一呼吸談》 爭論更精彩 歡迎回到《一虎一席談》的現場 又有三位嘉賓加入我們PK行列 首先在右手邊 您在畫面上所看到的是 中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院長 王文 掌聲歡迎王文來到現場 另外國際政治專欄作家 胡玉坤 掌聲歡迎玉坤 同時我們要連線新加坡現場 新加坡太平洋經濟合作委員會的 主席陳企業 掌聲歡迎企業兄 一開始我先來聽聽看 王文兄 你一看到這個名單之後對不對 你的第一個反應是什麼 我覺得非常正常 現在的美國發生什麼樣的事情 你都應該覺得這是有可能的 這都是有可能的 對 你都應該去接受它 接受的同時 接下來你的關注點在哪 我覺得我們更多的 應該關注在中國的本身 而不要過度地關注 美國它造成的這些國內的影響 對中國的過度的衝擊 我覺得現在很明顯 中國的輿論界 相當多的一部分人 實際上患了孔特症 孔特症 為什麼 就是認為說特朗普上來以後 他可能有可能那麼多強硬派 然後會對中國施很大的壓 然後中國應該做好很多的準備等等 我覺得這種心態完全沒有必要 因為特朗普的2.0 和特朗普的1.0 時代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我們現在中國變得更強 美國變得更弱 那麼我們中國完全有能力 去抵禦外部的任何的變化 只要中國做得更好 我馬上看到新加坡前 齊葉兄 你的觀察 齊葉兄 你也是做商人出生的 又是學者 剛剛北京的嘉賓王文說 其實我們在看特朗普的時候 不要有所謂的恐嚇症 在新加坡也有這種感覺嗎 這個不是恐嚇 我們其實我覺得特朗普當總統 這個不可預測性反而是減少了 因為只要是交易性的 很多東西都可以談 談的空間 討論或是討價還價的空間 反而要比拜登總統的那個期間來得大 因為我覺得他不會關注太多什麼人權 民主自由 他曾經說了香港的問題 他說是中國的內政 他跟拜登政府就不一樣了 跟其他的西班的國家 他的看法是不一樣的 所以從這點來看 我覺得反而是特朗普在下來的 兩個月後 他的外交也好 他的貿易政策的話 這個可預測性還是比較大的 這是你的觀點 來 回到裕坤上 裕坤 我們來看看一個鏡頭 當特朗普旁邊出現這個商人的時候 大部分的華人媒體 甚至很多的網友就會是點頭的 裕坤 當你看到了馬斯克出現在他裡頭當中 你是不是點頭的 應該說這是一個非常符合 特朗普風格的一個搭檔的選擇 因為首先馬斯克他是一個企業家 是頭部企業家 是世界首富 同時馬斯克又是互聯網傳媒上的 一個頂流大V 他的這種帶來的競選經費 他的這個影響力 甚至於他們在某些問題上 一種契合程度 馬斯克希望減少對企業的監管 希望減稅 他在這個反對這種所謂覺醒文化的影響 他的這種對覺醒文化的厭惡 他對這個互聯網 對這個X推特的這樣一種言論自由的一種保護 他們這樣一種共同的契合 使得他們走到一起是一個非常自然的 更不要說特朗普當他希望給聯邦政府 減少負擔的時候 那麼正好馬斯克是有一個相當善於 給企業受身經驗的企業家 所以這二者這樣的一種一拍契合 又能帶來流量 能帶來選票 又能在日後在政府能夠 帶來一定的利用價值 這個可以說是可以想象得到的 可以想象得到 我具體要王文 王文來看一下 其實馬斯克他擔任什麼角色呢 他這個並不算是體制內的 他擔任是所謂的新的部分 政府效率部 他說要把428個聯邦機構削減到99個 財源率高達77% 王文這個是忽悠的嗎 他可能做到嗎 我覺得理想是非常好的 馬斯克呢 他是一個非常令人尊敬的企業家 但是他不能把國家當作公司來治理 國家它的組成部分比公司遠遠要複雜得多 所以他把自己當作一個公司的老闆的角色 替換到國家上 他那種希望國家好的想法是可以理解的 他的這種情懷也非常令人尊敬 但是在實際過程中一定會受到大量的阻力 所以我並不認為他的這個77%的裁員 在美國是能夠做到的 丁麗 這是個跳票嗎 我覺得這是他一種願望 願景 他也沒說必須要裁這些 而是有可能裁這些 那麼讓大家心裡準備 但接下來如果真的要裁到這個程度 一定會面臨大量的官司 就聯邦級別的大量的官司 美國有很多的法律是保護 雇員或被裁的 他們現在還沒感覺到這樣一個壓力 美國聯邦政府構成裡面 他的這個政府機構的預算 有大量的經費是花費在國防情治系統的 特朗普對美國的情治部門 是抱有非常大的敵意 從2016年大選開始 聯邦調查局調查 他跟俄羅斯的關係就結下了這個仇 所以他本身就有抱有 這個要清洗情報體系的 Direct of National Intelligence 就是美國情報委員會下面有18個情報機構 這18個情報機構 他肯定要裁 他要清洗 我覺得會碰到非常大的阻力 會可能甚至會發生一些 不可預見的事情 但是共和黨人對這件事情 是不是卻抱的是滿心的期待呢 立建修您的回應 美國政府存在要大量的貪污浪費 以及效率低效的問題 所以說川普政府上來之後 希望他能夠從一些低效部門 開始來縮減一下 聯邦方面的這個支出 馬斯克說能夠砍給估計2萬年 有可能更多 這個說不得走一步 看一步 而且呢 美國總統有一個 行政令的行政權利 就是對於所有聯邦僱員 他可以隨時解雇 甚至於把一些部門 從華盛頓DC 從華府 挪到別的地方去 有人現在已經說 把這個FBI要挪到其他別的地方去 不要讓這些政府官員 和政府的這些官僚成員 他還沒事在這個第3日舉行一些聚會 聯合起來做一些事情 所以說他要把這些政府拆散 而且要精簡機構 這個東西是有的 而且是我們非希望能砍 跳到台北現場的鄭師兄 鄭師兄你也教政治的 你教美國憲法 你也教了很多的政府效率 你覺得這件事情真的如果做到 是不是真的要改寫 所有的政府的政治史了 我覺得當然就有兩個部分 第一個有些部門 比如說他提出來要把教育部給廢掉 本來教育就是周末的政權 這個不是一個大問題 聯邦的僱員你可以解聘 這我覺得也都不是問題 但是如果你今天想把常任的文官 公務員把他們解聘 換成政治任命 我覺得這個會有問題 那就表示說不是裁掉政府的官員 而且你不喜歡的官員的話 然後放自己政治任命的人 這會引起很大爭議 好 一提到馬斯克 很多華人觀眾覺得說 我不關心這些 它是政府效率 那都是美國的事情 更關心的是什麼 馬斯克跟中國之間的關係 以及馬斯克過去對中國友好的發言 為您整理出來 您在畫面上所看到的 特斯拉上海超級工廠 是特斯拉表現最好的工廠 他說這得益於中國團隊的勤勞智慧 其他美國的企業家 他很少這麼公開這樣來讚美的 我們在看他說 中國的工業產能 已經遠遠超過美國的 也沒有多少的美國企業家 是公開這麼講的 他還有美國企業家 也沒有公開講說 台灣地區是中國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所以王文很多人都對 他在特朗普身旁所扮演的角色 對他與未來中美之間的關係 有很多的想像 您的想像是什麼 的確 我覺得我們對馬斯克 要放平預期 我們不要忘記 第一 馬斯克是美國人 第二 現在的馬斯克 是特朗普的部下 第三 馬斯克是山人 所以如果我們一旦 對馬斯克過高的預期 認為說他會成為 中美之間緩和的一種角色 並且幫助中美之間 會緩和回來 我覺得這種預期一定是過高的 所以在中美關係上 你看看 馬斯克只有兩種命運 第一種命運 他必須要屈從於特朗普 作為總統他的老闆的旨意 第二種 如果他不屈從的話 那麼只能一種結果 就是出局 所以我覺得目前看來 在未來的一年左右 馬斯克和特朗普之間的分歧 會非常大 因為馬斯克和特朗普之間 他在很多價值理念上 是非常不一樣的 所以我們對馬斯克的角色 我覺得要放平預期 第律師有像看得到 他跟特朗普之間的蜜月期 並不會太長嗎 應該還有一段時間吧 他要幫特朗普政府 去清除這些沼澤 應該還是有利用價值 但是馬斯克是商人 他再怎麼樣 他也不希望把自己的企業扔進去 我覺得接下來的事情 很可能是美國有關部門 會要求他 放棄他在他自己的一些企業的兼職 他可以有股份 但他不能再擔任政府的公務 公共責務的時候 不應該再去做行政領導人 那麼這對他的商業 這個版圖是有損失的 從這個角度來講 美國還有很多真正的紐爾康 剛才的龔老師講 會盯著他 我們對他的期待 你可以做一個橋樑 我覺得不要不切捨棄 跳到新加坡市場的 齊羽兄過去在談到中美之間的關係 講說期待會有新的季辛格 但是現在放眼望去 馬斯克可能扮演這個角色嗎 您的觀察 馬斯克的表現是可以期待的 當然不要期望過高 你別忘記 之前特斯拉是輸錢的 自從到了中國以後 特斯拉的生意非常好 那麼至少可以這麼說吧 如果是特朗普總統 下來對華政策都是鷹派 馬斯克是可以有一個 稍微一個前置平衡的作用 把它說成橋樑是過分的 它不是一個負面的因素 好 龔九 現在感覺出來 你看從新聞媒體放出來的 馬斯克似乎是特朗普身旁的大紅人 也是個八爪魚 相關的事物 即使包括國際的 包括甚至跟澤連斯基通電話的時候 他都在旁邊 你怎麼觀察他的能量 跟他未來辦的角色 我覺得馬斯克他的理念 尤其是外交政策的理念 跟長期圍繞在特朗普周邊的一些 非常親密的一些顧問 有非常尖銳的矛盾 看法完全不一樣 然後他們這些人 對馬斯克其實是非常憤怒的 現在已經有報導 說他是一個客人長期不走 還賴在他那個莊園 所以我覺得這個矛盾 遲少會爆發 然後我是非常同意 王院長那個說法 對馬斯克在特朗普政權當中 關於對華政策所起的作用 不能期望太大 他的作用我覺得是非常有限的 同意這個觀點 馬斯克他底色是一個美國商人 是比特朗普更純粹的一個美國商人 那麼他的資本在於他的商業帝國 而不是政治地位 那麼一旦他的商業帝國受到了威脅 尤其是如果關稅政策 這肯一定會導致 他跟特朗普間的一個矛盾的激化 那麼到最後的結果 就是要麼他能夠起到所謂的一種 調和 爭取回旋移立的作用 讓中美的貿易戰不會那麼激烈 要麼就是他離開 走人 所以的話其實加上現在 他本來就是特朗普團隊裡的一個異類 所以坦率地說 這個蜜月期能維持多久 它的作用還能發揮多久 恐怕不是特別地樂觀 我對於馬斯克和特朗普的這個蜜月期 我還是比較樂觀的 我覺得至少會持續到這個26年7月份 這個縣裏工程結束 因為原因是我覺得他們兩個的底層邏輯非常相似 特朗普是讓美國再次偉大 那馬斯克可能是 Make this world a better place 但是非常相近 所以就在這樣共同的底層邏輯 和共同的理想指引下 我覺得他們能走的可能比我們想要遠 當然了過程中一定會有一些摩擦 或者說這種衝突 但我覺得在這個蜜月這個角度來講 不會就是崩得那麼快 或者說那麼誇張的程度 我不好意思跟女生辯駁 但是我真的想 三個細節已經顯示了 特朗普對馬斯克他的懷疑了 第一個細節就是所有的內閣成員 他只認明一個人 唯獨他的部門認明兩個人 那當老闆的人都知道了 一個部門你認明兩個人 說不定對另外一個人不放心 互相監視 第二個要裁員77%的聲音 現在吵得非常火熱 那明顯是有 讓馬斯克當替罪羊的嫌疑 他幹得好 你看特朗普的功勞 幹不好就把馬斯克炒得魷魚 第三個馬斯克他的底層邏輯 是全球化的底層邏輯 它的供應鏈 它的80%以上的產業供應鏈 都是在美國之外的 所以這個時候用關稅帳 對華強硬壓迫製造業 離開中國等等這些方案 一定是會有損於他本身的利益的 那他圖什麼呀 他花那麼多錢 就是為了防止民主黨的善臺 來損害他本公司的利益 所以這個時候最大的底層邏輯 就是他的根本的矛盾 和根本利益的即將會出現的衝突 所以我對他們倆之間 我覺得最多不會超過一年 我們跳出來跳另外一個現場 台北現場震生兄 我們看到這個內閣的名單公佈之後 大部分台灣媒體是最擔心的是馬斯克 所以馬斯克上來之後 對台灣最不利 您的關於他是什麼 我覺得他只是現在 因為對覺醒文化的反彈 那今天他進了川普政府 他過去有裁員的經驗 這些都對 但是剛才我們很多的來賓都沒提到另外一點 他的電動如果在美國要賣的話 那表示美國的這個汽車 傳統的汽車工業 或者像我們在講 美國繼續在使用石化能源 這一部分要受到節制 美國是需要走這種乾淨能源 綠能源 可是這不是川普的政策 所以我覺得他在政策上面 真的跟川普有蠻大的距離 但是川普欣賞他是因為 他是一個商人 彼此惺惺相喜 我相信川普是蠻崇拜他 因為畢竟川普這樣是一個 草地皮的商人 跟這種我們講entrepreneur 企業家是有點距離的 那馬斯克是一個企業家 然後又很聰明 有很多的點子 然後讓美國可以在高科技上面 可能會未來有更好的發展 那當然這個對美國未來的形象 回到太空也好 這些都會有很大的幫助 可是他的這種所謂的 這種跟美國傳統的這個工業 這個製造業的 這個觀念是不夠的 那可是川普這次當選 其實是要照顧 這一批藍領階級的利益的 那所以這一方面 我不知道他們兩個人 他們的未來會怎麼走下去 好 謝謝 來 丁麗 馬斯克就在這裡邊 同另外一個全鷹派的戰隊 可以在裡邊起一個緩衝作用 我就覺得中美之間還在談 馬斯克就有作用 如果中美沒得談 兩岸攤盤 那麼美國國防部可能就叫 馬斯克要把新链技術要給台灣 這個時候馬斯克再做這麼橋樑 都不可能的 好 中美之間只要能談下去 馬斯克就有戲 就有戲 況且中美之間不管打什麼戰 不管是貿易戰 科技戰 只要能繼續談 彼此就都還有合作的空間 但是接下來 這些人士登場之後 是不是要睜大眼來瞧一瞧 我們不要去誇口 你的損失大 如果損失大 我們再來一次 再讓它大一點 兩者對中國的這個打壓 其實是一個就是說交叉 疊加上升的 特朗普有一招 我認為我們是要非常非常非常 警惕的 那就是一呼吸談 爭論更精彩 歡迎回到一呼吸談的現場 您在畫面上所看到的是 最後一次習拜會落幕了 在這次習拜會的對談當中 您可以看到習近平跟拜登說 中方願意同美國政府 繼續保持對話 拓展合作 管控分歧 您還記得稍早的時候 習近平是對特朗普 發出的賀電時這麼說的說 中美何則兩利 鬥則俱傷 我們在這裡想問的是一件事情 前後三場習拜會給中美關係 所留下的如果還有一點 丁點的政治遺產 是不是會被特朗普所謂的 2.0通通一夕清零 王文德觀察呢 過去那麼多年破壞中美關係的 都是美方先挑釁 美方不斷地在推進 所以在這個時候 我認為拜登所謂的 中美關係的遺產是非常少的 非常少 拜登繼承了特朗普 當時的對華的政策 那麼他那麼少的遺產 我們也不怕特朗普霍霍了 所以從這個角度上來講 我最近反覆跟美國人說 特朗普無論出怎麼樣的招數 中國方面其實算是有心理預期的 因為我們對特朗普的預期 本來就不高 東九 對於中國準備的部分來講 大家會講說事實上 在特朗普2.0的中美關係當中 到底是不是只有有鬥而無核 會是這樣的局面嗎 我個人這麼看法 就是說當時候2016年上台 特朗普上台之後 他在對中國開打貿易戰之前 有過一個百日談判這個事情 他們談了三個月 結果後來沒談成 然後他就開始加關稅了 我個人判斷這一次 他恐怕還會跟中國談一談 他在啟動關稅之前 還會談一談 如果有談 我覺得就是好事 這個可以一起商量一下 但是好好談一談 彼此都需拿出善意來 如果碰到的對手是他 會有善意嗎 畫面上看到 特朗普2.0 最可能道成中美關係家境的 關鍵人物是誰 來 丁力兄 你研究他非常多年了 你看 國務卿的候選人 現在是盧比奧 他是反華級先鋒 涉疆涉感問題上表現惡劣 在2020年7月8月 兩次被中方列入制裁名單 不僅如此就是他帶頭把內地的電池製造業的寧德時代 列入美國的黑名單 如果他順利當國務卿 又意味著什麼 意味著機會和挑戰 這上面兩句話 第一句話應該同拜登團隊 包括特朗普總統價值觀差不多 第二句話 就是他就不是參議員盧比奧了 而是外交部長盧比奧 就老闆說什麼 我做什麼 老闆要有更多的製造出口 那麼他必須給中國好臉色 老闆要怎麼樣呢 美國的這個產業要復甦 還要跟中國合作 中國買更多美國東西 還有一個呢 特朗普要避戰 在同朝鮮避戰 在歐洲避戰 在中東避戰 在台灣它不是要煽動 更大的高溫 而是要降溫 當然我們很多人不理解 它是用高壓來達到降溫 而不是升溫 它是用最低代價來獲得最大收穫 在這美國在偉大 它不是孤立主義者 它是單邊主義者 來達到美國希望的同世界接觸 然後美國重新回到更高的高地 你聽到管理者說 特朗普其實說的高壓的目的 是為了要降溫 為了降溫 所以參議員盧比奧 如果從中國合作 用外交不上的權力打壓中國 使得特朗普的經濟合作 方方面合作做不下去 它馬上被開除 我的看法可能略微悲觀一點 就從拜登時代到特朗普 2.0時代的美國對華這個戰略的話 可能會從假朋友到真對手 如果不是真敵人的話 其實如果我們細細看一下 我們感覺上 好像拜登四年中美關係 好像已經直跌其穩 當然沒好啊 但實際上 拜登也只是對中國口頭上口惠 但實並未知 我們比方講 每次領導人見面 四步一無意 五步一無意 但只有第一次的時候 我們是表示歡迎 後來每次都會說 我們歡迎美國總統的表示 但是希望能落到實處 但你看其他的各個方面 不管是在地緣戰略 比方說印太戰略其實就已經 有兩個版本了 特朗普1.0版 拜登的2.0版 我們現在就是在預測 在研判特朗普2.0時代 印太戰略3.0版會怎麼樣 特朗普接下來會把它收縮 會把這個砍掉嗎 大概率不大可能 而是繼續延續 所以這兩者對中國的打壓 其實是一個就是說 交叉 疊加 上升的 其實我們對特朗普2.0時代的判斷 要有三個層面 第一個呢 要判斷他說什麼 第二呢 說的時候能不能做 第三呢 做了以後會起到 怎麼樣的一個效果 這個三個層面是不一樣的 從1.0時代來看呢 整體上看我是非常地自信地說 我們是很感謝特朗普的 特朗普1.0時代是中國人 中國年輕學生們最好的 施政課老師 他當時的1.0時代 對中國做了那麼多事情 最後實際上是搬助中國啊 所以網民給他一個稱號非常好啊 叫川建國呀 第一 你看 過去了8年 8年前中國人開始重視科技創新 不斷地投資科技的相關的一些研發 第二 特朗普如此糟糕的一些表現 讓中國人看到國際社會的險惡 還有美國的它的虛偽 第三 特朗普他不斷地推行一些 各種各樣的一些方式 讓中國人推出了一些法案 敢於鬥爭 善於鬥爭 在香港推出國家安全法 在國內也推出了各種各樣的法案 我們成為一個敢於鬥爭 善於鬥爭的全球大國 開始跟美國進行掰手旺 那都是從特朗普開始的 所以2.0時代中國一定要有自信 我們1.0時代應對得非常好 2.0時代我們一定可以對特朗普 也應對得非常好 所以在這一場鬥爭中呢 我覺得我們同樣要保持敢於鬥爭 善於鬥爭 而且更重要的是 我不認為它是一個鷹派內閣 你不認為是鷹派內閣 對 因為與其把它視為是強硬派 不如把它視為是強迫政派 他們這幫人就是一波強迫政的人嘛 什麼叫真正鷹派啊 是當年50年代 60年代 有一批美國的政客說 要對中國進行手術刀式的打擊 要對中國進行核武器打擊 你說這波人他們敢嗎 他們最多只不過是加點關稅 對 然後最後退居到自己的本國 說我們搞好自己 然後呢跟中國一定要小心 包括他的後補國防部長都說 你看我們過去打了那麼多戰 美國都輸了 所以要自信 自信 自信 等一下 我想跳到另外一個現場來觀察 我們之所以特別要注意盧比奧為什麼 因為盧比奧是被認為說是最反華 還有下一句 他不僅反華之外 他還有最友台 參與提出台灣關係強化法案是他 2023威懾中國先發智人法案也是他 還有提出保護台灣和國家任性法案都是他 台北現場呢 鄭生兄你的觀察 鄭生兄 我對他沒有任何不切實際的這種期待 為什麼 因為很簡單 當川普說台灣是晶片的小偷 他沒有出來幫我們講話 說我們這個偷了美國的晶片 所以我說這些人可能過去有他一些立場 但是已經被川普馴服之後 大概不會有自己的立場 只有老闆的立場 所以我沒有對他們有任何 就是說覺得說 因為是Marco Rubin 台灣會覺得 哇 鬆一口氣我們的朋友 因為你們在川普批評台灣的時候 你們都沒幫我們講 好 謝謝 再回到這裡 還有一個人選 那值得注意的 最新公佈出來是 華爾街資深的金融家 911遺族的代表是盧特尼克 他是被提名為商務部長 我們來回憶一下 他曾經過去的表態 他對於美國製造業的崗位 轉移到海外 他表示非常的痛惜 他大力地公開抨擊 說美國的沿海精英在 在電動汽車問題上完全是胡言亂語 並且強調高通長 就是對美國人民最卑鄙的行徑 他兼任了商務部長之後 很顯然將在第一線 跟中國之間 可能會進行所謂的貿易戰 林立兄的觀察 請說 不管是特朗普第一任期的貿易戰 還是接下來有可能的下一輪 目的都是為了所謂的公平貿易 講到底多買一點東西 用的手段是高壓 第一次 雙方都有經驗了 我相信下一次 雙方也會盡最大的避免 出現這個情況 實在不行 通過打以後再談整交易 我覺得這個人選 跟我們剛才討論的 他的用人邏輯忠誠是一致的 他非常認同特朗普的這些理念 但是我想補充一點 就是我覺得特朗普 在制定對華政策上 他的邏輯其實是讓美國再次偉大 而不是讓中國再偉大 是讓美國再偉大 所以說他其實不管是貿易戰也好 還是說這些 用我們所謂的這些鷹派也好 他只是為了達成 讓美國偉大的這樣一個手段 坦率地講 就是特朗普他的這個風格 特別像這個 Scott Kennedy說的一句話 就是說他說這個人 他是真的喜歡關稅 但是他又是真的不想要戰爭 那麼這兩句話 可以很好地概括 他對於這個貿易 對於這個安全外交問題的一個看法 但是不管是他任命的 這個我們之前 大家預算的萊特希澤 還是現在確定的人選 可以看到他們這樣一個邏輯 看起來是一種重商主義 或者說控商主義的邏輯 就是我不能讓美國的美元 流入到別人的手裡去 這種看起來是所謂的貿易保護 保護美國的這樣一種貿易的 這樣一種收入 但其實這樣會造成一個問題 這樣做的話 你對美國的商界造成的打擊 會是怎樣的 美元的這樣一種硬空貨 或者說美元的霸權 它還能維繫多久 如果特朗普2.0時代 僅僅用一個關稅的辦法 來打擊中國的話 我覺得他實在體現了 對華政策的前驢技窮 因為關稅政策在1.0之後的貿易戰 明顯是美國是輸的 全世界都有這樣的默認 三個目標都沒有達到 第一 沒有減少中美世界的貿易 反而是增加了 第二 也沒有減少順差 第三 它的貿易戰 是搬助了中國的產業的升級 過去的七年 你看中國新能源車起來了 中國的光伏起來了 中國的鋰電池起來了 所以從某種程度上 我經常說 我們要自信地去感謝特朗普 所以從這個角度上來講 如果他們只是用關稅2.0的方式 來打壓中國的話 我覺得他們實在是太糟糕了 這個方式不行 但是我想說的是 特朗普有一招 我認為我們是要非常非常非常警惕的 那就是他們在國內的科技創新的領域 要減少監管 這樣會促使 美國的科技的增長速度會更快 光發性的增長 只得我們在AI領域跟美國的差距 有可能會拉開 這是我們非常要警惕的 所以我說中美在特朗普2.0時代的競爭 不是誰能打倒誰的競爭 而是誰把我們自己的國家 變得更好的競爭 Lunic他對關稅的理解 跟萊海領域還是有點不一樣 萊海領域他目標非常明確 他就是要跟中國脫鉤的 所以這個關稅是一個手段 不是目的 但是Lunic他對關稅的理解 是不太一樣 他的想法是用關稅來替代收入所得稅 他曾經說過一句話 他說中國跟美國的貿易 就是說中國出口 美國有4000億美元的進口 他說我增100%的稅 那就是有4000億美元的 這個聯邦政府的稅收 他說我可以來用這個錢 來去支持減稅 他說關稅的目的是來減稅 等於是向美國所有的家庭 增一筆銷售稅 然後用這個稅去彌補 他向美國民眾減稅 這個所造成的聯邦收入的減少 這個做法其實是什麼 就是在窮人頭上拿錢去補貼富人 這個是他的理念 他說過這麼一句話 就是說這個話 他說我們不要去對我們的人加稅 Let's not tax our people 這是他說的話 這個是他增加關稅的目的 謝謝你 得不錯 來 我跳到共和黨員身上 利劍兄 特朗普2.0將會是個什麼樣的情況嗎 你自己的預見是什麼 還不是那句話 中國跟美國不會有什麼 再有什麼貿易戰 川普政府上台之後 一定會立即執行 它在競選中的承諾 對中國所有進口商品 加徵60%的關稅 就是大部分 有一部分要採取豁免 就是大部分要增加60%的進口關稅 那天我們只能說 我們那天要走一步看一步 這個事情是一定要進行的 高關稅的情況下 根本就不存在著誰輸誰贏的問題 都是輸者 這個美國家庭都在付高額的 為這個關稅買單 平均一個家庭 一年要多交一千多美元的這個開支 然後我個人的看法說 他說增60%的關稅 我覺得不會是全部都增 他恐怕會增20%到60% 有一部分商品 可能會增加60%的這個關稅 因為說實話 在60%關稅的情況下 中國對美國的出口 幾乎就不存在了 然後如果這種情況下 他要尋找替代產品 會在整個美國通貨膨脹 引起非常大的衝擊 這一次選舉 大家得到一個非常深刻的教訓 通貨膨脹是要丟政權的 我覺得特朗普是絕對不敢 在通貨膨脹這個問題上去玩火的 絕對不敢 絕對不敢 我覺得貿易爭議如果打到戰的話 一定是雙方都有損失 我們不要去垮口 你的損失大 如果損失大 我們再來一次 再讓它大一點 我覺得要換一種觀念 我們的損失就是投資外移 不出海就出局 不光是外方在這裡投資要出海 中方自己在這裡投資也出海 本來In China for Global C4G 越來越多變成In China for China C4G 我們就會出現正常情況 出口減少 訂單減少 就業更加困難 這不是我們希望看到的 當然這個誠言很複雜 也不是僅僅是貿易症產生的 對 我個人覺得特朗普不會預測到 上台第一天就有60% 而且說上次還有點沒做到 願不願意遵守啊 中方說我們談談嗎 然後如果我們遵守了 你原來25%要不要拿掉 他說也可以談啊 談完第二階段貿易談判 央企國企的超速WTO的標準的補貼 能不能拿掉一部分呢 多好談 我們不要說他一定是要打中國 而是要覺得我們是能夠有能力塑造它 形成它 他不願意跟中國談 盧比奧最後就變成一個配合它 同中國談生意的這樣一個 你剛剛提到關鍵點 如果有能力來塑造它 怎麼能力來塑造它 因為它被打過一槍 它一定會人生觀慮有很大的變化 他的手下為了競爭 比如像四年以後 不希望傑迪萬事上 盧比奧上 他就被四年要為老闆做事情 而是要避戰 而不是通過打出各種各樣的戰來 這個時候他覺得還是老川回來 他更能接受 共和黨要保住四年之後 王朝永固 還是民主黨一定要逆風翻盤 都會在這個問題上大打出手 第二任的上面 是會朝著自己的家族的利益 跟自己的利益 我不認為他會是一個 有很大的戰略的人 《一胡錫談》 爭論更精彩 歡迎回到《一胡錫談》的現場 這個畫面非常和諧 所以拜登邀請特朗普 在罷工討論過度時宜 對不對 看到這個事情非常好笑 在這個之前 雙方是顛倒過來 但是交接並不順利 權力過度並不順利 你們能大膽地預判 說接下來這個交接 在接下來這兩月當中 是一定順利的嗎 是絕對不會有任何問題的嗎 李英雄 特朗普當然希望順利 不要像他上次 跟拜登自己交接不順利 而拜登又千斑地不願意 但想想他的副總統 是人家塞給他的 他的副總統又搶走了 他連任的機會 最後要跟他恩斷義決 又說我不上去都是你造成的 這個時候他覺得還是老川回來 他更能接受 我覺得他們還是會誠懇地 盡最大努力和平交接 宮九 美國第二大城市洛江西市議會 是以13比0 通過了庇護城市的條例 打算在有關驅逐非法移民 這件事情 要跟特朗普幹起來了 你怎麼看待 現在美國有一些民主黨的 深藍的一些州 他們在採取一些措施 對呀 接下來這兩個月 會不會串聯成功呢 通過一些州的立法 來限制聯邦政府 執行它的這個政策的這個權利 我覺得這個東西 其實是雙方的一個博弈 這涉及到一個法律問題 這個其實我不太了解 但是我個人的看法是 在州政府它會是有一些空間 做一些事情能夠阻止 或者是遲緩 聯邦政府它執行政策的這個程度 這個所謂的庇護城市呢 它不是說聯邦執法部門去了 它被用自己的警察把它打跑 它是什麼呢 庇護城市的規定是這樣子的 就是不允許這個 本州裡可以管的警察 因為美國的警察都是本地的警察 所以不允許警察 配合聯邦執法部門 進行遣返非法移民 這就是他們所能做的所有的事情 但是聯邦來執法 他們擋不住 來 台北現場 曾生修有不同觀察嗎 共和黨很多是基督徒保守派的 保守派相信聖經的話 聖經裡頭就是有一個 逃城的概念 就是讓這些非法的人 有一個我們就叫庇護所 那如果今天 他們還相信這一個的話 那可能會必須要稍微要支持一些 地方政府如果願意這麼做的時候 其實是會發生一些法律上的爭議 那這個法律上面爭議就會拖下去 會讓這個雙方的對峙 可能就像之前一位來賓講的 就是一種雙方的較勁 在移民問題上 確實會成為民主黨 共和黨爭奪的焦點 為什麼呢 這個可能比對華政策什麼呢 它的分歧更大 而且是關乎到未來四年之後 民主黨能否翻盤的 那個一個關鍵的所謂之所在 這次其實競選的時候 特朗普共和黨就指責 說民主黨你們有陰謀 他也告誡自己選民啊 你們要是不選我 以後我們共和黨 就永遠都上不了台了 因為他們說這民主黨 正在把非法移民 一個一個往那個搖擺州裡面去塞 其實我們知道每次競選 其實也就是幾萬人的 幾萬票的這種差距 那麼如果他強行 比如塞個五萬人 八萬人 甚至更多一點的話 那麼可能以後 那真的就天下一片藍了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講的話 不管是共和黨要保住四年之後 王朝永固 還是民主黨一定要逆風翻盤 都會在這個問題上大打出手 我覺得特朗普他大概在整體的 那個第二任的上面 是會朝著自己的家族的利益 跟自己的利益 我不認為他會是一個 有很大的戰略的人 因為他已經不能夠連任了 所以他想做的可能就是 對他自己的家族 對他的朋友 對可能會對照顧一下 共和黨的一些價值 但這些不一定會是美國的價值 所以會讓很多 未來接下他的人的工作 會越來越辛苦 謝謝 謝謝所有的嘉賓 龔九你還記得嗎 八年前我們在談論特朗普的時候 我們感覺像是什麼一個比喻 像是盲人摸像 一下猜測他的動作是什麼 他的心意又是什麼 在前面四年當中 我們已經摸青了 我們已經理順了 而八年來我們看到 中國到現在為止 說實話我們的底氣在哪裡 我們的底氣在於是 終於中國找到了兩張王牌 不管你是特朗普1.0 還是你是拜登1.0 還是即將的特朗普2.0 我們確信了手中的兩張王牌 就是這八年來所學到的 是王文所提醒我們大家的 那就是創新自主 那就是繼續的改革開放 而接下來別忘了 還有王鵬告訴我們這張牌 我們要廣結善緣 多多益善 因為全世界的市場 當然不止美國 所以我們要交其他的朋友 如果對方打梭哈 我們也可以玩灌蛋 到底誰贏誰輸不知道 但是真正的是合則兩利 損則共損 感謝德利電機對百分大力支持 下週見 謝謝所有的嘉賓 謝謝 川普對中國加征60%關稅 是上任第一天第二天 就要進行的事情 這是跑不掉的事情 未必是壞事 但是短期的狀況是肯定有的 影響是越來越不那麼大了 中國是非常好地利用了 特朗普1.0時代對外部的倒逼 推動了中國內部的改革 所以2.0時代 中國同樣可以利用得非常好 運用外部的壓力 倒逼我們現在的全面生化改革 中國還是走我們的發展道路 然後繼續地去擁抱世界 那就是第一 生化改革 第二 對外抓住 格羅伯斯桑 全球南方 和全球南方者得未來天下 第三呢 那就是對美有理有據有節地 進行善於鬥爭 勇於鬥爭